请各位大德合掌 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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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吧 百千万者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 真实义 请方长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研究 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料减十双 上一次已经到了 料减药珠七百二十九页 所以今天从七百二十九页的第四行 第六 料减明显两意 它只有一行字 共有三十六句 如悬意 那这个明显两意的话呢 就是你要对照七百二十六页 他这边解释明显两意 那么第三行七百二十四页的第三行 明呢是明密 显是显露 就是呢 明呢就是看不到 不容易看到 显的话就是很明显看得到 所以大圣佛菩萨 尤其是观世音菩萨 横以恶意立安一切 但是呢 众生或者是比他位次低的菩萨 叫夏地 日用不值 例如呢 太阳跟月亮 一直都在天上 可是呢 天生就眼睛是瞎的 盲虽不见 但是呢 并不能够说 日月对他没有好处 也就是他看不到 但是呢 实际上日月还是对他有好处 以此类推就是呢 我们众生凡夫 不知道有佛菩萨 在互念加持着我们 但并不代表佛菩萨 没有帮我们 所以这样叫做呢 明义 以不知故 叫做明义 就是 凡夫或者是位置比较低的 不知道位置比较高的佛菩萨 有他帮我们 不知道 叫做明义 那如果是知道 很明显的就了解到 叫做显义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两义的意思 那因此呢 回到七百二十九页这边 七百二十九页呢 他 这地方只有一行 就是料减明显两义 他说有三十六句 三十六句怎么来的呢 所以实际上呢 请看上礼拜的讲义 首先的话呢 就是把众生这边的鸡分成四句 明显 一明一显 非明非显 然后把佛菩萨那边的印 也分成四句 明显一明一显 非明非显 那众生的鸡这边 是明显 其实对着佛菩萨这边的印 也是明显 也就是说右边这个图 右边这个图看出来 其实只有四种啊 鸡是明 然后对着印呢 有明显两个 鸡是弦 对着印 也是有明显两个 所以只有四个啊 哪来的三十六这么多呢 所以我们比较能够 直接明白的就是 右边这个小图 然后他呢 现在就说 那鸡跟印不是只有两句 各有四句 所以呢 鸡这边就变成明显两个 再加上同时又明又显 同时非明又非显 四句 然后印这边呢 也是句 所以呢 你看鸡这边的一个名 一个可以对应 印那边有四条线 那显 鸡选这边也是有四条线 对应去去 所以鸡这边呢 就四四一十六 那以此类推 印这边呢 四个也是 一个对应四个 所以印这边也有十六条线 所以鸡这边十六条 印这边十六条 加起来三十二条 再加上右边那个小图 有四个 所以三十二加四 三十六 算数是这样算来的啦 只是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 都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讲这么复杂呢 而且刚刚讲的明义显义 通常都是从佛菩萨那边 带给众生的利益 是我们众生很清楚的知道 叫做显 我们众生不知道 叫做明 明义 大概就前面就这样解释而已 怎么这边会鸡 众生这边鸡也会有明跟显的不同呢 我想半天要怎么解释 这个后来想到了 那鸡这边 说是很明显的鸡 就代表你对佛 对三宝有相当的信心 上根 平常你表现出来 你就告诉人家 我是佛教徒 我是佛弟子 所以你很明显的 就是在求佛菩萨的保佑 佛菩萨的护念加持 这个对我们众生基这边来说 那就是很明显 但有的人不是啊 像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以前都比较流行 带那个手环 那个念珠的手环 戴在手上 那个时候我才不敢戴 我在大学 陈希社那个时候 或者是陈希社毕业 在退伍之后 大学毕业以后 不太喜欢戴那个念珠 戴在手上 因为这样就不敢 在路上 有什么行为就不能随便 所以举这个例子 就是让各位了解 什么叫做明姬 就是她的善根 不是很明显 或许她树式有善根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有树式的善根 但是佛菩萨那边 知道 知道这个众生有善根 但是她这个众生 平常没有表现出来 她是信佛的 是三宝弟子 那因此为了要开发 这个众生的善根 让她过去的善根 种子能够生根发芽 这时候佛菩萨 就会用很明显的 这种祥瑞 瑞相给她看 所以这个说就叫做 姬是明 印是显 所以就有一条 姬是第一条 是明这边 然后呢 对应过来 印是显 那如果是明对明呢 就是佛菩萨知道 她有善根 但是目前她的 时节因缘还没成熟 所以暗中帮她 让她树式的善根 慢慢成熟 所以这样的众生 就算是得到 佛菩萨的加持 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样叫做 明基明印 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显基 也可以明印 也可以显印 所以呢 右边那个小图 这样四个关系 很容易理解 现在就是呢 左边这个大的 基为什么叫做 一明一显 为什么叫做 非明非显 不要忘记 明就是暗中的 不清楚的 显的话就是 开显的 很明白的 很清楚的 所以哪里有众生 这边又是 又明暗又显呢 应该这么说 例如有一些人 学佛 他刚开始学呢 是学禅宗 所以在禅宗这边的基呢 他是很显 很明显 他就有兴趣禅宗 但实际上他素氏的根气呢 或许是净土宗 但是他因为刚开始接触的 都是有关禅宗这边的善知识 所以他的基表现出来 在禅宗这边是显 在净土宗这边是明 这样的众生的根基而言 就是有明也有显 就以此类推 非明非显 你就可以大概这样推想出来 说他是很明显的有善根 好像也不尽然 说他完全没善根 他偶尔还会给你念阿弥陀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所以是非显 但是也非明 跟他讲佛法 他好像也还可以接受 可是真的要找他来听经文法 来念佛修行 他说我没空 类似像这样子的 所以佛菩萨给他的帮忙 也大概就会有这样两类 亦明亦显 非明非显 可以以此类推 所以这样的话 左边的一个都可以对应右边的四个 所以左边的四个基 连到右边去就有16条线 反过来 印这边四个连到左边也有16条线 16加16 32 再加上原来的四个 那就是36 所以是这样子让你了解 我们跟佛菩萨之间的感应 也可以说感应 我们众生是能感 佛菩萨是能应 就会有这样36种状况 所以这个就是明显两意的料解 有36句 那接下来第七个 料解全时 729页的第五行 他说呢 料解全时也四句 那哪四句呢 你对照这个讲义呢 就很清楚 你看到前面上面一条 十字解脱 然后下面一条 全字得度 所以十字这边呢 主要是讲解脱 全字这边主要是讲得度 可是呢 我们念一下课本的这边 你看 729的第五行 或因十字解脱于全 什么情况 欺难消除 恶求愿满 那你对照讲义呢 你看 这边就刮乎 十字解脱 然后呢 这个解脱于全 欺难消除 恶求愿满 刮乎 脱免事苦 脱免事苦 为什么呢 因为欺难恶求 那个都是事项上 有灾难念观世音菩萨 就免除灾难 然后求男求女 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求愿满足 所以叫这是 免事中之苦 脱全 所以讲到事项上的方便 这样叫做全 脱就是得解脱 因为难除了就得解脱 愿满了也得解脱 要不然 这个求子求女啊 有的人呢 这个一结婚 有的夫妻一结婚 咚咚咚咚咚咚 一下子就下了好几个 生好几个 一点困难都没有 连着一直生 如果不是有计划的话 像以前的人 医生都生 生七八个八九个 像我亲生父母这边 就生九个 而且还没有双胞胎的情形 就生九个 那我岳父母这边 有一胎是双胞胎 这样加起来也七个 没有求子求女的困难 但是呢 现在的人 结婚都完 然后呢 想说呢 生一两个就好了 结果呢 连一个都好几年生不出来 就变成是苦恼 所以呢 争为求子求女的怨满了 也就等于是苦恼 免除了 所以讲义里面这边 就把欺难消除跟恶求怨满 是属于全方便上面的那种嗜苦 解脱了 那为什么可以得解脱呢 因为有观世音菩萨的实质 所以才会 课本才会写 因实质 帮助众生解脱于全 那如果是观世音菩萨的实质 因实质 解脱于实是什么呢 就帮助众生呢 离三读 那离三读为什么是实呢 在讲义上面就写 脱障实货 那下面的说明 互出一边呢 他这边就写了 离三读根 成佛无遗 脱障实货也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彻底的离三读 这个生死的根本 那个根就是根本 有三读 就脱离不了生死 所以生死的根本是三读 那你完全能够脱离三读 那脱离生死 成佛无遗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脱离 这个解脱的障 而这种瘦 而这种瘦 这是很实有的 就是真的是修行者本身 必须要面对的 不是求佛菩萨帮忙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对应前面呢 那个是求佛菩萨 那个是全解脱 然后这边呢 是你自己要真正有那个功夫 才能够断货 可是那个功夫又不是那么容易有 所以求观世音菩萨的实质的帮忙 就能够真的断三读 得解脱 所以这个是实在 实在的 那么再来呢 权至得度 你看到课本这边的第六行 就写到 或因权至得度于实 三十三生得度也 或因权至得度于权 不畏极难之中 能得无畏也 所以你看 这个得度的权 权至得度那个权 一样还只是 极难中得无畏 所以观虎里面写到 得度权处 所以下面的说明 权至显应 得度不同 如果是世中不难 得无畏者 度权处也 一样 都只是靠着佛菩萨的帮忙 全角方便帮我们呢 解脱于这种 这种恐惧的那种现象 状态 但是你真正的要修行 解脱真实的话呢 那你必须像前面写的 见身文法 破获贤礼 这才是真正佛菩萨度化众生的地方 所以叫做度食 也就是说佛菩萨度化众生 真正帮得了众生 必须要帮众生能够破获 一样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的 智慧跟慈悲方便 要帮助众生 也就是要了解这个道理 他目前正在困难 危难的时候 我们先帮他解决 目前的困难 让他不要那么危难 可是你真的要帮他得解脱 你必须要让他自己有智慧 知道怎么修行 断烦恼 那他会怎么样知道的 就是说法 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 让他自己能够了解 怎么样修行 怎么样断烦恼 他才能够自己破获先例 所以才会说呢 这个全自得度的食 是33生得度 现身为他说法 让他自己能够知道 怎么样修行 破烦恼显出真理 所以就是分成这样的 交叉这样四个 那左边这个 十字跟全自 都是从观世音菩萨那边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十字 所以才能够帮助众生 得全食的解脱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全自 才能够度众生的全食 如果是食得度的话 就必须要帮助众生 破获先例 那如果是方便全巧的度 那就是极难中 让他先能够身心安稳 所以因此呢 这一个下面那个 讲义付出一边 就说呢 整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前面主要呢 是在讲托权 十字解脱那个托权 但是并不是没有 离三读的食解脱 略掉了 那后文 33印生 印化生那个 主要是讲那个33生 现生说法 让众生能够破获贤礼 主要是讲这个 但并不是说没有全度 只是呢 没有仔细看 看不出来 所以你回到课本看 他讲完这四句话之后 也就是说第七行 或二句度脱 或二句不度不脱 两边都得度得解脱 或者是两边都不得度 不得解脱 为什么 因为跟前面那个 基是明是显 印是明是显 也就是讲白话一点 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 具足不具足 就算佛菩萨已经现身说法 如果众生自己这边的善根福德因缘 不具足 就算佛菩萨现身说法 众生这边也不尽然得度 也不尽然得解脱 例如很多人都说 我念阿弥陀佛 我念观世音菩萨 念很多年了 也没有什么效果 那就是我们自己烦恼重 业障重 但是我们凡夫通常都不这样子反省 一般的凡夫都不会这样反省 就会认为说 你们佛教的不好 都叫我自己收 我们念粉 念观世音 念台啤酒 念滚的泥也没有效果 那人那妈祖啦 什么火 这样把你烙火过过来 那虎子给你拿回去烧 好 念那就有效果了 所以通常帮你大力宣传的都是有效的人在帮你大力宣传 如果在你那边求感应的没有效果 都减减不敢说话 听说 妈祖的没效果你摆了你 你敢说这个 妈祖有效果你大声说 妈祖没效果你不能说 以此类推 不是专门针对妈祖菩萨 妈祖也是算是大菩萨啦 我只是举例说明我们凡夫都这样 有感应的 有效的 大力宣传 然后没有效的 点点不说话 所以实际上在佛门里面也是有很多 有很好感应的 那也有很多业障重的就不敢讲 所以你看回到讲义这边 你看 基熟之者对此二字 得全实礼 叫做聚度 所以课本那边 两边都得度 得解脱 就是你根气成熟了 根基 实结因缘 善根福德因缘 通通成熟了 所以对着观音菩萨的全实二字 你都能够得全实礼 明聚度 讲的是度哦 众生自己能够得度哦 离浅身脏 所以叫做脱 所以得度是要得离 然后解脱是离脏 注意看这个字 离脏叫做得解脱 得度叫做得全实礼 鸡身凡此 事故具名不度不脱 众生这边的鸡 所以他把两句话写成一起 简称鸡身 就是众生这边的根基 如果不像前面讲的鸡熟 根基成熟了 那你就是还没有成熟 还有很重的障碍 所以叫做凡此 跟上面讲的不一样 那这话呢 就叫做不度不脱 文言文 用的文字都很少了 就很神简 讲开来就刚刚墨学讲的那个 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 你就能够得度的解脱 反之就不行 所以课本这边最后一句话就说 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 从经文上来看 互出一边 前面那个比较强调脱权的欺难 离欺难应恶求 但是实际上离山读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后文的话呢 度时就是献身说法 让众生得度 这个看起来比较明显 可是呢 如果是那个 急难中的得无畏那个呢 经文不是没有 只是呢 你会不会看 你说 那在哪里 那在哪里 那么 请你看到七百五十七页 七五七 也就是说呢 七五六这边呢 三十三应生讲完了 结果七五七的最后四行 是故如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摩萨 于不畏极难之中能失无畏 是故此说佛世界皆好之为 失无畏者 所以从经文上看起来 好像只是在解释 它为什么叫做失无畏者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失无畏者 但是呢 实际上就是刚刚说的 它可以在帮助众生 在急难中得无畏畏 这个就是全自得度的得度全处 是在这里 所以互出一边呢 他说看起来观世音菩萨这边 比较偏在那个 然后呢 浦门比较偏在一边 实际上呢 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呢 他在讲全十两边的时候 那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 好 接下来 料检本机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往前翻 什么叫做本机 那么你看七百二十四页 七二十四页的最后三行 本是实德 也就是真正自己透过修行 真实正德的这个境界 基是印线 印线这一些身形 所以呢 这里面才会有什么 本高基下 本下基高 然后本高基也高 本下基也下 这样子的四句 所以最后两行 七二四的最后两行 前问答主要是从本地得名 后问答是从基地得名 前面是本 后面是基 大致上呢 关心菩萨普门品的前后两段 配合本机的说法是这样 好 回到七百二十九页 所以第一句话他说 通论本机 具能与拔 其实不管是在本 或是在机这边 都能够与乐拔苦 与就是与乐 持拔就是拔苦 悲 慈悲慈悲的与乐拔苦 所以不管是本 或者是基 通通呢 关心菩萨这边 都能够与乐拔苦 所以就引用受量品 前面的第十六品 叫做受量品 如来受量品 但实际上 他下面讲的这两句话 闻佛受无量 得无量无肉 清净之果报 这个不是在十六品 受量品 而是在十七品 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 是在十七品 尔时弥勒菩萨 从作而起 偏袒右肩合掌向佛 而说记言 说的记里面 有如是等众生 闻佛受长远 得无量无肉 清净之果报 这个就是在课本六百一十九页 你翻译一下 六一九页 所以这个 弥勒菩萨这一段开始 然后呢 他六二零 的倒数 第六行 六二零倒数第六行 如是等众生闻佛受长远 得无量无肉 清净之果报 他所引用的是这个 然后读解就在旁边 无量无肉 就是简易二胜之有量 然后呢 妙因所感 叫做清净 无量无肉 清净 就是你的因 是清净的 果报当然就清净庄严 然后呢 果报就是呢 无障碍图 十八庄严图 是大圣的这种无肉 那果报呢 是非常的清净 无量庄严 那为什么说 那是 那为什么七百二十九一 这边写 寿量品云 闻佛受无量呢 就是因为 他这边写到 闻佛受长远 六二零 六二零这边不是有一句 闻佛受长远吗 听到佛受长远 就是从第十六品来的 释迦牟尼佛 其实成佛以来 已经多久了呢 很久很久很久 那就是在十六品讲的 所以从十六品下来 才会有这些 这些功德利益 不同的浅身的功德利益 像六二零的这个第一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第六行 第七行 这些都是听到 这个十六品 所得的功德利益 所赠得的这些境界 而且这些境界都是 大圣的那种 无肉庄严的果报 所以回到七二九 才会说 受量品云 闻佛受无量 得无量无肉 清净之果报 这个佛的受量品 如来受量品 是讲的是本门 本地风光 释迦牟尼佛的本地风光 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子的 无肉清净果报 从本得乐 原来是这样 所以他要来证明什么 他第一句话 本基都能够与乐拔苦 这边是娱乐 这边是娱乐 不是只有基门娱乐 是本门也可以娱乐 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 这就是我们刚刚 要让你先看 七百二十四页 七百二十四页的最后三行这边 其实他本门主要是拔苦 也就是前面一段 是本门 是拔苦 后面一段鸡门 是这个应声说法 那个是娱乐 那配合词碑来讲 前面是碑的拔苦 后面是娱乐的词 因此七百二十九页这边 才会说 那不是 不是本门就只能够拔苦 本门也可以娱乐的 不是基门只能够娱乐 基门也能够拔苦的 是这样 七百二十九页这边 料检本集的一开始 就是要让你了解 对比前面的讲法 好像前面观世音菩萨这一段 是碑是拔苦 然后是本门 然后后面三十二硬化生 是谱门 是娱乐 然后是属于词 所以他这边告诉你 本基都可以娱乐 都可以拔苦 本可以娱乐 就是引用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 六百二十页的那边 这个叫做从本得乐 那基门拔苦呢 用的证明是什么呢 接下来 请观音经里面讲 观音菩萨可以游戏地狱 大悲待受苦 既然在地狱会献身 在那边游戏人间 他不是人间 地狱 游戏地狱 可见在地狱献身 那地狱献身干什么呢 拔苦 大悲待受苦 所以基门献身也可以帮助众生 拔苦 所以基门不是只有娱乐而已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既然他用了这个典故 那当然我们研究的人就要去查一查 这个请观音经里面真的有这段话吗 那请看今天的讲义 请观音经的本名 这个经题很长 请观世音菩萨 消福毒害 陀罗尼咒经 里面有这样的经文 阿难当之 若有受持观世音菩萨名 并持此咒 获大善力消福毒害 今世后世不吉祥事 永静无余 持戒精进 念定种词 皆惜具足 因此你就看到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 持此咒 请问这个咒是什么咒 是大悲咒 还是六字大名咒 抱歉 都不是在这本经里面讲 这本经本身有他自己的咒 所以这边的持此咒 不是六字大名咒 也不是大悲咒 而是这本经里面本身也有个咒 而且他里面的咒不是只有一个 好几个 但没有关系 总是让你了解 你不要误会 这个持咒就一定是大悲咒 六字大名咒 不是 而是在这本经里面讲的 但重点呢 还是有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所以你看受持观世音菩萨 或大善力可以消除毒害 今世后世的不吉祥事 永静无余 而且可以帮助你持戒精进 可以帮助你能得定得种词 东东俱足 所以阿南当之 若有文词六字张句 你看他这边写六字张句 不就是六字大名咒吗 不是 真的不是 我很仔细的去看他的经文 以及其他的注解 注解这个请观音经的六字张句 天台中的赞然大师有一套的解释 解释得很詳细喔 可是有另外一个法师在其他的著作里面说 这种解释都是你自己讲的 他不同意 都是古代的祖师大德 所以我后来本来想要把战然大师那三种解释 稍微把重点栽入给各位看 后来看到说 哎呦竟然有完全不同意的 算了 总之呢 他的六字张句 另外那个法师的意思就是 还是跟这本经里面的咒有关 还是跟这本经里面的咒有关 所以你看文词六字张句 旧苦依王无上神咒 还有称观世音菩萨大悲名字 所以跟上面那一段文字是一样 称观世音菩萨名 还有词这本经里面的咒 罪够消除 急于献身得见八十亿诸佛 皆来授所 为说大悲 失无畏者的功德神力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神力 把观世音菩萨称之为大悲失无畏者 还有呢 让你了解什么叫做六字张句 然后呢 以见佛故就能够得到 无望的玄陀了你 从此你的记忆力不会退失 绝对不会有老年痴呆 失智症的情况 你说哦 真的赶快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对 那没错 好 二十六四尊而说济言 大悲大名称 他是一位吉祥安乐人 所以吉祥安乐人呢 是称赞大悲观世音菩萨 横说吉祥句 救济吉苦哲 也都是赞叹观世音菩萨 救济吉苦哲 众生若闻名 离苦得解脱 接下来就是出现课本所引用的这两句话 观世音菩萨 所以地狱都去了 出生道都去了 那鬼道他不去吗 当然有去啊 只是说刚好这边就把课本所引用的这两句的出处呢 跟前后文给各位看 一方面就增加大家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 虽然不知道那个什么六字章句 这本经里面的六字章句 但是前后文都告诉你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利益 好 所以这个就是七百二十九个课本这边写的 根据这边 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也可以 拔苦 所以有现身就是从积 也可以拔苦 前面那个呢 是从本得乐 这边是从积拔苦 到这里是一段 那么接下来 但众生不达本源 所以流转苦恼 若是本理 即与苦得解脱 这边是一段 不见激化 不能三叶重福 若欲行生 即为自乐之因 所以请看参考讲义 墨学这边写的说 你去了解这个本基 就是根据前面的七百二十四页 我们刚刚看了那个最后三行 另外呢 跟七百二十二页 七百二十二页的哪里呢 七百二十二页的倒数 第七行 二 四 六 七 第七行 七二二的倒数第七行 让大家看这边 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 前一番问答表示 大悲 拔苦 悲 拔苦 然后呢 后一番问答 大词 语 乐 所以前一番问答 代表的是悲 拔苦 后一番问答 现身说法的是词 语 乐 所以包括本基 他也是这样配 七百二十四页的最后三行 前问答是从本地得名 后问答是从基地得名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两段合起来 前问答是从本地拔苦的悲 然后后问答是从基地的词与乐 所以本基是这样子连起来跟慈悲 所以你看参考讲义 我已经帮各位写好了 看前问答 本地 悲 拔苦 后问答基地 词与乐 但是众生呢 这两方面都不了解 所以回到七二九页 众生不答本源 不了解那个本 不通答那个本 所以流转苦恼 导过来说 若是本理 那个就是前面的十字 所以我关乎讲义上面写的 十字是本理 你就能够合乎第一段的苦 拔苦 脱苦 那如果能够看到观音声音菩萨 现身为我们说法 欲行生 现身说法 所以叫做行生 就代表 接受了观音声音菩萨的全字 我们就能够得乐 自乐 讲义呢 是比较简单这样写 那你对照课本这边写 众生因为不认识这个本 所以流转苦恼 若是本了 我们自己就能够在苦当中得解脱 因为不见佛菩萨的激化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身口一三页怎么样去修复 总觉得没有佛菩萨 我怎么去修复 可是如果佛菩萨一现身若欲行身 我们就知道要修复 一修复就能够得乐 他是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那种寺院到场 要有佛菩萨的形象 其实也就是帮助众生 众生常常是着相 你说佛菩萨都进虚空遍法界 法身遍满法界 哪里一定要去盖庙 盖道场 塑像 是没错 但是一般的凡夫没有这种智慧 必须要有相 他一看到佛菩萨像 这么庄严 自然就生欢喜心 生恭敬心 就愿意修复 所以不能够完全否定 这个盖道场 塑佛像的好处 当然为了要达成这个效果 盖道场塑佛像 可能主歧视者 要花很多时间 花很多精神 乃至于是出家人 去做这些事情 就放会了他本来的 该要好好修行 修解脱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进宫牢上 是从这一点去说 他不太能够同意 花那么多时间精神 去盖道场 是希望出家人 好好在自己的本分上面 好好用功 修行 但是不能否定 有很庄严清静的 寺院道场 能够接引很多 一般的凡夫 包括上了年岁的 这些老年人 平常你说 那我们带你去 百货公司走走 还不如带他去寺庙 拜拜佛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完全否定 那种庄严的这种 道场的功德 好 回来 所以导数第五行 才会说一往说之 这是用一般性呢 就把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分成这样前后两段 是一般性的说法 这样叫一往说之 然后呢 他说导过来说 没有本 非本 无以垂机 然后非机 无以显本 所以本跟机呢 是互相的能够呢 相辅相成 所以分成本机 实际上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分的 可以分成两个 但实际上呢 恶而不恶 是一体的 这两句话大概就在强调这个 那就下面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请问本机跟真生 印生有什么差别 那个本不就是真生吗 那个机不就是印生吗 为什么要把本机跟真印 做两条来解释呢 这边的回答 这个简单二样 抓重点回答 真印就一世横变 本机就三世素论 横 素 不要忘记 在佛门里面讲横 就讲空间 素是讲时间 所以真印就 一世 时间呢 就放在现在 然后去讲空间的真生跟印生 那本机的话就时间拉长了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过去叫做本 现在叫做机 简单的看是这样子的意思 但实际上呢 请你看参考讲义 也就是说呢 我们偶艺大师呢 只把观音悬艺的问答 这样子简单抄下来 你看 这个讲义里面写到 观音悬艺问 本机与真印云合意 答真印就一世横变 如诸今所明 多了这句话 我们偶艺大师把这些话省略 然后本机就三世素论 如受量所说 都把那个理由呢 省略了 实际上呢 这个资理大师的悬艺记里面 有多加解释 他说 这个真印一世横变 如诸今所明 应该这么说 诸今所说 通常都把一个菩萨 始从地柱 就是别教出地 原教出柱 这个时候才叫做真正有真身 证得真身的开始 所以为什么叫做始 原教出柱 别教出地 终于是破无名 证得法身了 从这边开始 所以叫做始从地柱 终至等庙 等绝庙绝 所以从原教出柱 别教出地 证一分真名 证得一分真身 就能够起一分印身 明就是明了 有一分的真身 法身的明了 就能够从体起用那个印身 一分得真 就一分印起 两分证得真 两分 就有两分的印起 所以诸经所讲的是这个 起为一事 其实不是只有讲一事 时居当念 就在当下这一念 不是整个一生 讲的一事呢 是比较通俗的用词 在证得法身 那种法身大事 在一念当中 他就可以起百千万亿的分身 印身 时居当念 所以这是横变 就是从空间上来说 他只要证得真身 他就可以呢 在空间上有千百亿化身 所以用了一事 其实是大家看比较清楚 但是细的来说是 一念当中 时居当念 那如果是本机 别名本机如寿量品 就是像法经讲的 释迦牟尼佛已经 久远以来就成佛了 经说久远为本 诸经及基门 明以说 尽尘为基 你注意看 经说对着以说 久远对着尽尘 只有法华经里面 才说到释迦牟尼佛 成佛以来那么久了 这样叫做经说 其他的经典 都没有这样说 叫做以说 以说的其他经典 还没讲法华经之前 从来没有讲过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来 已经久远了 所以诸经是以说 那法华经叫经说 法华经说释迦牟尼佛 成佛以来久远久远 那个叫做本门 诸经跟基门 讲的都是释迦牟尼佛 两三千年前才成佛 在菩提树下成佛 叫进成 所以既然有时间的差距 约久跟进 所以这样叫做 世故明究三世述论 原来是这样 但是后面这句话更好了 前明观音 多久体用而论本基 也说那个本就是体 基就是用 一般在讲这个 本基都是从体跟用来讲本基 经章部故 约久近而名本基 章就是彰显 部就是本部 在讲法华的时候 要让你了解真正的法华 当然就是要把这种本 是久远以来早已成佛 叫做本 进成的才叫做基 而不是纯粹讲体用而已 所以才会说 约久近而名本基 所以这段话 一般如果没有看法 天台中的注解的人 他是很难去体会 基本上在解释本门基门 就如同他这句话讲的 多久体用而论本基 一般的法师老师在解释 本门基门大概就是 从这个观点 本就是体 基就是用 但是真正天台中在讲的 法华经里面讲的本门基门 必须要配合如来受量品 这样去讲本 久成 久远早就成佛了 那进成的 那是基门 所以这种观念 你说原始佛教 南传佛教 不会去讲这种东西 基本上他们认识的释迦牟尼佛 就是两三千年前的 那个释迦牟尼佛 然后灭度了 释迦牟尼佛灭度了 留下来的法身 就是他留下来的教法 你跟他讲说 其实释迦牟尼佛 这一次释现成佛 是方便释现的基门 早就成佛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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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了 他们如果没有批评就算很有善根了 他一定如果没有善根 那个是你们自己 北传佛教的经典自己编的了 只是不敢明讲而已 不信你如果有因缘去接触这一些学南传的 你问问他这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好 以上这个就是料简本集 接下来这一段料简原了 我们偶义大师这边 执义有前后用的差不多 这个八行 729月3行 730月5行 八行 实际上这一段 在整个天台中的思想里面 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的这个思想 关键所在 所以讲义里面 说先料简原了这段文字的课判 所以我让大家先把这个课判写 你自己先去标好 总共分成一二三四四段 第一段明善恶法门信得皆具 具就是本具 也就是从1729月倒数第三行 问 原了既有信得善 亦有信得恶佛 答 具 这里就是第一段 里面的问跟答 再来 第二个 问 产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 产提断修善尽 但信善在 佛断修恶尽 但信恶在 这是第二段 讲义里面的提佛 提就是产提 佛呢 就是佛 但断修中的善恶 一样 一问二答 第三 明信中善恶不断 所以分成问答 但是答分两段回答 那么也就是呢 729月最后两行的最后三句 问信得善恶何不可断 这就是问 你看 科判里面写的信中善恶不能断的理由 所以问 为什么不能断 答分成两个 约理答跟举辟类 举例 来做说明 理呢 就是最后一行 729月的最后一行 信之善恶 但是善恶法门 信不可改 立三世无能 无谁能悔 亦不可断坏 这里就是约理答 接下来 举一个例子 譬如磨碎烧金 何能令善法门断尽 假令佛烧恶仆 亦不能令恶法断尽 如同呢 这个秦始皇 焚书坑儒 焚点坑儒 岂能令善恶断尽 这就是第三段 里面的问答 第四段 科判这边写到 名提佛 提一样是产提 佛呢 就是佛 这两方面 一个谜 一个答 答就是通答 产提是谜 谜这样的信 佛是通答这样的信 所以 会不会再起来呢 两者不同 所以一样一个问 答是两个 所以你看问题 七百三十页的第二行 问 产提不断信善 后来呢 还可以令修善起 反过来说 佛也不断信恶 他是不是也可以 让修恶起来呢 回答 产提既不达信善 由不达故 还为善所然 所以修善得起 广自诸恶 到这里是回答 产提 再来 佛虽不断信恶 以达恶故 于恶自在 故不为恶所然 永无修恶 所以 这个科判里面写 到这里 就是回答 以了达故 不起 十恶 到这里 是 不起 十恶 然后再来 七三灵液的 第四行 互能自在 广用诸恶法门 化度众生 终日用之 终日不染 不染故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 科判里面的达的恶 以自在 故 能起 全恶 所以课本这边的第五行 才写到 怎么能够用产提为例 设时产提 能通达此善恶 那他就不叫做一产提了 你说你这样念念 干嘛呢 就是 告诉你分段 只是告诉你分段 还没有给你解释 所以呢 你 你 你 只是知道这边是怎么分段的而已 解释呢 再慢慢来 这些是 有点困难 因为这个思想 只有天台中的三家派 三外派都还不太能够承认 三家派 简单的说 就是讲义写的 信恶说 天台中阐释信德的理论 主要说明 恶也是信德本具 这句话 就跟净空老和尚 一贯的思想 学的是华言宗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华言宗 或者是净空和尚 平常告诉我们的 心性 存善 存敬 存敬 存散 不是善恶相对 染敬相对的 敬跟善 他为什么都用个存 完全超越相对的两边 善恶相对 染敬相对 完全超越 所以叫做存敬 存善 但是他用的就是敬跟善 恶跟染 不承认 在华言的思想里面 恶跟染 都是虚妄的 所以既然是虚妄的 就不值得我们去担心他 去对峙他 我们要对峙他 只是要知道 他是虚妄的 就好了 就自然就是对峙他了 因为他就不是真实有嘛 你干嘛还要用功夫去对峙 不是真实有的东西 这是华言的思想 真如本性里面 存尽 存善 天台呢 心恶说呢 不 不是这样说 真如本性里面 善恶本来 全部都具足 一切法 不管是染境 是善恶 通通都在真如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 所以你看 讲一些的 恶也是信得本具 这句话就是 信恶说的最根本的道理 不是善 不是清净的善的 才是信得本具 是善恶染境 通通通都是信得本具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达 这个恶 这个染 也当下 即是法性 我用字也比较简单的一点 恶即法性 其实不是只有恶 是染 染跟恶 通通用 即就是当下就是 如果你能够了解 这些染境的当下 都即是法性 你就能够妙用无然 这种思想 这种文字 其实一开始 智者大师的 观音悬议的这一段文字 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的 这一段文字 就出现了 但是呢 是到宋朝支礼大师的时候 才特别把他强化出来 特别强调出来 证然大师也有这样的思想 但是呢 他没有特别强调他 也就是说 智者大师啦 证然大师啦 他们强调的是 信具思想 具就是本具 既然是本具 本来具足一切万法 你不是这样解释吗 具就是本来具足 具足什么 一切万法嘛 那一切万法里面 难道就只有 纯净纯善 是善 是净 恶跟染 不是一切万法当中的法吗 所以你既然讲信具思想 真如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一切万法 当然就包括了善恶染境 你说那你自理大师 干嘛一定要强调性恶呢 就是要让你很清楚了解 你了解信具思想里面 一定本来具足 染恶 不可以纯粹 纯净纯善 把染恶都当成是虚幻的 那这样真如本性 就不叫做具足一切万法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你强调性恶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 我们一般的凡夫 都不是天然释迦 不是一下子就 不是那些人 水果的释迦 就是不是一出生来 就是都是带着这种宿命来的 然后都是佛菩萨身后善根来转世的 我们都是凡夫 都在六道里面轮回很久的凡夫 那你告诉我们说 我有佛性 我怎么去体会我的佛性在哪里 信恶思想就告诉 信恶说就是告诉你 我们就算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这种 染恶的果报烦恼 你只要认清楚染恶的果报烦恼 当体也都是真如本性 都是实相的现象 不需要特别去否定它 只要认清楚它的本质 就好比我们常常说 哎呦我业障深重 我就算念佛了 我妄想还是纷飞 我还是会想一些不对的恶业的事情 甚至还有 我碰到一两个两三个 告诉我说 还会对着佛像起那种淫恶的思想 怎么办 我说罪恶是不是很重 有精神病的那个 他就会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我怎么办 叫我念佛 可是我一想到那个观世音不善 我就起那种淫恶的思想 我是不是业障很重 我说对啊业障很重 怎么办 他就问我怎么办 你忏悔 我们也只能这样对不对 但是天台中讲的是原教 原教思想 就是告诉你 你要认清楚 我们凡夫的现象界当下就是这样 就是不好的果报 就是很重的烦恼 贪嗔痴慢疑 各种烦恼 表现在外面杀到淫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修行 真的要修原教 你一定要认识到 这些染恶 烦恶恶业 当下没有离开 缘起 信空 没有离开 实相 没有 不是真如 法性的开展 只是因为 我们不认识他 都带着烦恼 去看待自己的这些果报跟烦恼 所以永远都把它当成烦恼 恶业 都是真实有的 虽然了解佛法 都是空性 什么的 都是理论 当面对自己的果报现前的时候 烦恼 业障 业障 现前的时候 都觉得 不行啦 我就是反复啦 什么的啦 这哪里是真正原教要告诉你的 所以 知理大师就是知道这样 要对付那种你的信聚思想 你学天台信聚思想 你还用华言的那种思想 去解释那个信聚 就根本违背了天台的基本教义 本来具足一切万法的信聚思想 所以请看这个参考讲义的第二页 所以这个信恶说 第一个重点 善恶都是信德本具 第二个重点 修中的善恶 因此分成了信 信德跟修德 所以你看 善恶都是信德本具 但是呢 修德当中的善恶 是可以断的 第三个重点 信德中的善恶 是不断的 是不能断的 因为它是属于信德 然后呢 佛跟产提的差异 就在于 一个通达 染恶都是信德不可断 一个呢 就是呢 这个 这个为恶所染 所以如同 如同七百三十页这边写的 七百三十页的第二行 这边的问答 所以 这四个重点 就是信恶思想 提纲切领的告诉你 请看参考讲义 第一个 善恶都是信德本具 信德本有 是因果的根本 因此 信德里面分成三因佛性 了因佛性 从种子来说 透过了因修德 就变成般若 修到究竟就变成 自得菩提 如果信德的原因种子 修德就变成解脱德 解脱到究竟就成断德的涅槃 然后信德 非原非了 讲的是正因佛性 所以三种佛性 正因佛性 原因佛性 了因佛性 了因从般若去讲 原因是从解脱去讲 正因佛性 就是非原非了 然后修德成就 就是法身 所以你看 法身德 谢脱德 般若德 就跟三因佛性 这样子连起来 连结起来了 所以三因佛性 跟三德 透过了因佛性 的般若智慧的显发 可是你必须要有 助到的这种 缘 所以缘因是支柱 所以正道 正行助行 正行是了因的般若 助行是缘因的助到 所以缘因支柱 了因 帮忙呢 般若能够显发正因佛性 有三因佛性 所以缘了恶因 也是信德里面 本来具足的 具有信德善 但也具有信德的恶 也就是说呢 凡夫就是迷了 这样的三因佛性 所以刚刚讲的 信德好像都从正面去讲 如果你迷了原了恶因 那你就会开展出来 变成是恶的这方面 这样叫做呢 具有信德善 也具有信德恶 所以善恶都是信德里面 本来具足的 那修德是什么 缘因缘 因缘具足就呈现出来那种事项 现象界的事项 所以现象界的这些事项 叫做修德中的善恶 是可以呢 把那个缘改变 让它有所断 所以他说一切法不出善恶 由信中的善恶 信德的善恶 起作 原具足就变成了修中的善恶 然后就变成了世间法 初世间法 也就是说 如果很简单的 把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用善恶来做对比 当然世间法就是恶的 初世间法是善的 那就世间法来说 也有善恶 三善倒是善的 善恶倒是恶的 但是这样子的对比善恶 都是从缘起的事项的修德 去说的 所以你看 修中的善恶属于适用 在事项上的作用 所以才可以论及 有染静 有逆顺 逆就是逆生死流 走向的初世解脱 顺的话 就是顺的世间的流转生死 所以才会说 这个是有染静逆顺的差别 都是从修中的善恶 事项上的修中 修德善恶 那产提是染逆到极处了 对不起 这样的话 他的逆不是逆生死流 而是违背真如 本性 这样就说逆 因为产提是染 又逆 逆到极处 所以那个逆就是违背真如 所以他的修善 修德当中的善 完全没有了 断修德 修善静 可是他信德的善 有没有在 还在 他只是修德的善 完全没有了 那佛呢 是尽顺之极 顺 所以刚刚说 顺就是随顺真如 随顺清净的本性 这边 所以是尽顺之极 所以他是修德当中的恶 断尽了 看清楚哦 产提是修善 完全没有了 修德当中的善 完全没有了 佛呢 是修德当中的恶 完全没有了 所以修中的善恶 是可以断的 但是呢 信中的善恶 是不断的 所以因此你看到729页 最后三行这边的问答 第一个问 原音了音 既然有信德善 是不是有信德恶呢 他回答你不是 是哦 他回答你 修 本来具足 这就是信具思想 用个具做代表 第二个 那产提跟佛 断何等善恶呢 问话的人没有分成 信德跟修德哦 他只是问说 那断何等善恶呢 故意这样问的 回答呢 就把信德修德 表示出来了 产提是断 修善 但信德当中的善还在 佛是断修德中的恶境 但信恶还在 这句话很多人就看不惯了 看不习惯了 佛怎么还有信恶呢 佛已经策证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本来具足一切善恶 所以证得真如本性全体的佛 怎么不具足恶呢 所以才会说 佛只是修德恶 断尽 信德的恶都还在 这句话就是很难懂 就是要从信具思想去体会 真如本性里面 本来具足一切万法 包括一切善 一切恶 信德中 本来具足善恶 所以墨学才一直跟你强调 不要说真如本性 只有纯净纯善 那个是华言的思想 天台就告诉你 一切万法都是真如当中 本来具足的 有善有恶 有敬有冉 要把那个纯净纯善 那种想法跟用词丢掉 你才能够看得懂 看得进来 天台的信具思想跟信恶说 所以为什么我开宗明义 要去解释 这个信恶说 一定要做对比 天台华言 根本思想的对比 就在这里 如果你不把那个 纯净纯善 那个观念拿掉 你很难看懂这句话 佛怎么还会有信恶在呢 所以下面他就问 问了问了问题 信德的善恶 为什么都不可断 因为你看 惨题 信善在 佛 信恶在 所以他就回答你 透过这样的问题 告诉你 信之善恶 但是善恶法门 信不可改 不能动 不能变 才叫做信 可动可变的 或有生命变动的 那是修得 事项上的东西 礼上是不可改的 礼三世 无谁能回 谁都动不了他 他才叫做信 也坏不了 也断不了 不可断坏 举例说明 磨虽烧金 但是呢 这些信善的法门 他烧得完吗 以此类推 佛烧恶徒 恶都还在 也不能够令恶法断绝 你看 十方法界的诸佛菩萨 有多少 但是呢 起烦恼 造恶业的众生 乃至 磨王 磨子 磨孙 还是一堆 你不是说 要度尽一切众生 才叫成佛吗 那已经有成佛 这么多的佛了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磨王 磨子 磨孙 就是因为 信恶 信善 是不能坏的 所以 就举例说明 火性 请看回 对不起 请看回讲义 第三点 信中善恶不断 所以 表现出来就是善恶的法门 诸佛向门而入 这个只是修善满足 修恶断尽 惨题是被门而出 用那个善恶法门 也就是说 这个门就是一个门 就叫做善恶法门 向门而入的佛 修善满足 修恶断尽 被门而出的产题 是修恶满足 修善断尽 所以 人 有向门 有被门 门中不改 那个门就在这里 看你是入门 还是出门 信既不可改 也不可断坏 那佛跟产题的差异呢 你看 这边写的 佛虽不断信恶 而能达于信恶 他能够通达 恶的法性 本来不动的 不变的 所以佛 虽然不断信恶 不为恶所然 永远也不会再造恶 惨题 是忍而不达 所以跟佛不一样 他虽然是断修善禁 但是信善还在 信善还在 他就可以怎么样 从心有修善的可能 所以下面的说明就说 既修恶 达信恶 是信恶说的根本理论 急 这个急 当下 在修恶的当下 你能够通达信恶 这个就是信恶说的根本理论 所以这个信 怎么解释 信以修内 内信不可改 如同 竹中火信 我常常举例说明 我不需要用竹子 我用打火机 我举这个例子很多次了 所以各位看这个文字 大概就知道 同一个意思 那个火的信 虽然不可见 但不是没有 原具足 他就会从信 火的信变成火的像 所以要看你给他什么圆 所以信也一样 具一切五音信 五音的信 都在里面 虽然不可见 不能说没有 如果你用智慧去观察 就能够知道 这个信 具一切信 这个信就是众生信 众生信 具一切信 这就是说明 信是本具的离体 所以 信恶 那个信 虽是修恶的离体 但是呢 修恶可以变 可以改 信恶 不可以改 不可以断 你只要能够通达 信恶 你就可以不被恶所染 但是呢 智者大师曾经着重指出 答的意思是什么 善与实相相顺是佛道 恶与实相相悖是非道 如果了达 如果了达 诸恶非恶 而是实相 就是在非道当中 行于非道 通达佛道 导过来说 对于佛道 深执着 那就不消甘露 佛道也变成是非道 可见 通达信恶 就是通达实相 信恶也就是 讲的就是实相 时间到 快到 剩两分钟 简单的说 我们现在呢 心中起烦恼 贪嗔痴慢疑 根本烦恼 请问 会起 贪嗔痴慢疑的烦恼 是不是代表 我们心中 本来具足 可以生出 贪嗔痴慢 烦恼的 信 但是呢 烦恼的缘 具足的时候 我们就呈现 心中起 贪嗔痴慢疑 导过来说 我们心中 有没有 戒定会 三无漏学的信 有 具足一切万法 真如百姓里面 信具一切 我们也有出世的那种 三无漏学的信 只要让三无漏学的 信 德里面的 原具足 它就呈现是 戒定会 三无漏学的 像 用三无漏学 我们以前的 了解佛法 用三无漏学 去对质 贪嗔痴慢疑烦恼 是用这样对峙的 现在天台告诉你 信具思想 信恶思想 就告诉你说 当你了解 贪嗔痴慢疑 当下是 实相的 染源起的表现 染源的表现 成为贪嗔痴慢疑 但是它是实相 信德 还是实相 所以你了解 贪嗔痴慢疑 当下那个信 就是实相 这个时候 就是跟 三无漏学的 戒定会的 体是实相 是同一个实相 不是两个实相 不是两个真如本性 是同一个真如本性 这个就是重点 贪嗔痴慢疑的 体 如果你了解 信恶的那个信 就是实相 等同就是 通达到 戒定会三无漏学的 信 是同一信 无恶信 所以才会说 如果你能够这样知道 了达诸恶非恶 而是实相 就是行于非道 通达佛道 倒过来说 你对这种贪嗔 对戒定会三无漏学的 佛道 你这里面没有通达 他就是实相 他就是信德 反而生执着 不消甘露 佛道就变成非道 你也就不是真的 走向三无漏学 你已经生执着 生妄想 生分别 老和尚习惯用的用词 所以 达信恶 就是通达实相 讲那个信恶的那个信 就是讲那个实相 你有没有办法 在现象界的恶 体会到当体 就是实相 所以这样叫做信恶说 但是呢 后面这一段也很重要 正然当时对信恶说 陈嘉宇惨明 他说 特别注意到 防止信恶跟实恶的混淆 他指出 答恶为善 但也必须要离恶 怕的是什么呢 贪嗔吃慢鱼 就是当体就是实相 所以没有关系 我造了多少贪嗔吃慢鱼 我起了多少贪嗔吃慢鱼 我都是实相的表现 那完蛋 这时候你就不以为意了 我起更多的贪嗔吃慢鱼 就我更通达更多的实相 那麻烦了 赞然大师就是担心这一点 所以他没有用信恶说 的原因也在这里 就是怕很多人误解 所以他才说 答恶为善 也必须要离恶 他举例说明 还原经里面那个婆须密多女 得菩萨离欲祭法门 能化所化 都是因欲而离欲 对恶法修观 是因为恶 修恶可改 应该加一个修字 修恶可改 可断 其意义在于不可 制恶跟纯恶 不能够放任那个恶 还不去想要 不想去断他 所以对贪也一样 对贪欲修观 就是以观推救 令欲 贪欲破坏 所以透过四句推检 使贪欲敏然 但有妙观 无忽贪欲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一了解性恶说 就没有关系 反正恶都是实相 我起多少恶也无所谓 那麻烦了 那个就是性恶说 误解性恶说 很容易犯的毛病 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完 我们下一周再继续 因为这个思想 对天台中的思想 太重要了 下礼拜再继续强调 请各位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通生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